剛剛發言的那個 像是有其他人 就是說 它的一個基本模型 為什麼造成它的一個量子殘導 現在有沒有能提出來 因為它可以超距離 甚至到無限嚴重 它不是像那個鮑林燈 它是在一個軌道狀態裡面 把它分離的 而是它在任何時刻 它發出了一個量子的時候 它的那個正向跟反向的時候 它同時的發生是超距離的 那它一定被我們一個模型 我請教這個模型已經找到了 有喔 現在像美國馬神理工學院 就是用這個模型 正在開發一種量子電腦 比如說它的速度比光速快 因為它是瞬間的 但中間的機制 有的還沒有完全被發現 但是這個現象已經被發現了 比方說我在北極 我怎麼樣操控一個電子 讓它變那個 假設我這個方向是一 這個方向是零的話 那我在這邊有一排電子 我零一零一的一調動 在南極的地方 那個零一零正面反過來 所以它現在已經使用 正在實驗做量子通訊 量子通訊 量子電腦 就電腦之間的一些 現在我們那個電腦就是零跟零 它設法利用量子的那個 正反的這種原理 在做 現在做這個研究最積極的是 通訊 量子通訊 那現在通訊有時候要靠 也是靠電子波 靠這些 甚至那早期的通訊是靠電線 有線 那現在大部分就是無線的 那就是 那無線它是靠電子波 那現在就叫做量子通訊 是研究最積極的 你可能誤會我們意思 你用的是現在 你發現的現象 但是像說 從古典物理到量子物理的時候 它重新的變化了模型 它必須改變 現在量子力學要是統一的時候 它發現超弦 弦的現象 我們要重新再次描述 那我現在是說 超弦 是不是可以描述的樣子才能 或者是說 還有超弦 背後的原理 去描述的樣子才能 因為它 你描述的現象 我要知道背後的那個技能 有什麼事情 我要表達這個 像那個弦理論 是最近幾年 目前大概還是在 所謂假說的階段 沒有很多都是先出來一下 雅伯佳德的 從假說開始 像安因斯坦的那個相對的 剛開始當完的假說 假說是假設 假設以後再做實驗去證明 那比方說 有的從假說到證明 有時候要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 像光電效應 阿因斯坦的光電效應 到證明到實用 正好一百年 現在的太陽能板 LED光 最典型的光電效應的應用 可是光電效應 一百年前 阿因斯坦已經提出了 事實上阿因斯坦 他得諾貝爾講 並不是相對無合 而是光電效應 那所以現在已經有 旋理論出來了 我認為 不管是量子糾纏 量子什麼 將來真正被人類應用 可能要五十年八十年 甚至一百年 現在還是在假說階段 從假說到 假說是對可能某些特異 然後呢 再進到理論 理論就通用 通論就理論 這理論可以有哪個地方 然後再使用 那這大概就是物理界 所以讀物理的人 就跟畫家人一樣 死後才賺錢 學物理的人 學的時候 都是假說 但假說一直被推翻 一代代推翻 推翻到最後 過了一百年才實用 那可是呢 實用的時候 他早已經不再是個世界 謝謝 謝謝 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別的朋友 還有問題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就放林佳虎博士 他的演講 你們如果想要出去吃飯 也可以還有誰 請教一下德國師 您剛提到心電感應 那不曉得說 除了雙胞胎 完成這個兄弟姐妹之外 一般的人 也沒辦法經過後天的訓練 而有這個能力 謝謝 心電感應 我認為不是先天後天的問題 也不是靠學習 這可能是整個宇宙 或者大致本身的存在 但是呢 現在一個人類科學研究 還是有一個程度問題 可能在某一些實驗上被發現 有些實用 像雙胞胎 像那個 有些 但是 只證明它是存在的 大概目前只能這樣說而已 那至於心電感應加拿大的應用啊 使用啊 你跟剛剛講的一樣 可能還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最明顯的就是 球賽 你在那個打的那個 像美國有足球技 就是Football 那足球技的時候 三萬五萬個人的球場 打在那種high的程度 有人就研究 那個就是一種心電感應 你為什麼你在家裡看 沒有那麼興奮 為什麼在球場上打到一看 全場的能量在那邊共振 有人就解釋 這應該是心電感應 那目前的 我看過一些書 對心電感應寫得比較 琢磨比較深的是 藍寧師 我是 Dr.Lenis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寫了什麼 生命密碼 寫了七八本 一系列的書 他其中有一本 就大概就專門寫這方面的 那我曾經也跟他 交談過滿長的時間 只要是能夠跟他請教 或者甚至有機會 他能夠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應該講的 應該算是 至少在我們這個台灣 應該算是一個 算是滿能榮先的 OK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哇 我們有這麼多問題啊